陳智雲、崇培坤和陳永孫三人涉嫌串謀詐騙和貪污案代表陳智雲的辯方律師 原本要求傳召無線外事部副總監曾盛名作供 但控辯雙方在開庭前達成協議不需要他出庭 雙方在聆訊上同意將無線董事局在去年11月16日宣布陳智雲復職的公告呈堂 其中有關他恢復業務總經理權責 但不包括藝人管理和選角安排部分列作同意證供 而代表陳永孫的大律師原本呈上151封品格證人信件 法庭最終接納85封 但由於格式不對法官要求改以書面公辭呈堂 區域法院法官上星期五已裁定三名被告所有控罪表面證據成立 控辯雙方下星期一會結案陳詞 法庭預計要兩日時間才可以完成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斯文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